那对外呢 孙权把这个制衡之事物啊 用得可以说更加炉火春青 从赤壁和荆州之战 咱们就能看出来 孙权是曹强刘若 那就联合刘备抵抗曹操 都有再敢言降曹操 有如此啊 刘强曹弱呢 我就联合曹操抵抗刘备 立刻书信给曹操 向他索要十万粮草 以北攻留所 大伙还记不记得 咱们前面说过这个如虚之战 大伙是不是以为 孙权拿出这个阵势来 临危不乱 这得跟曹操打个不死不休啊 但是实际情况呢 双方不分胜负的时候啊 孙权马上就给曹操下降书顺表了 主动不打了 真输了 甚至呢 顺便还吹捧了一下曹操 因为啊 他想休养生息 借机会再收复荆州 果不其然你看 两年以后 孙权就派吕蒙偷袭 拿下了荆州 下月初五 就是曹操六十五岁的寿臣 你即刻派快马 向关羽的手机送往许昌 这一只送给曹操 最好的寿礼啊 遵命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评价孙权呢 说他是任财上纪 有勾建之旗 应人之节矣 啥意思 就是说孙权这人 能够任人为贤 有勾建的奇才 所以才能在江东站稳脚跟 所以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人 孙权的高瞻远瞩 制衡有数 谋定而厚动 这个还是十分值得我们 现代这些创业者们 学习和借鉴的 孙权的成功和三国里边 另外一个年轻领导人的失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谁呀 刘善 诸葛亮的一把把心酸泪呀 都没能把他给扶起来呀 陛下 相父早些回府歇息 千万不可过分劳累 走吧 快走 可见不是所有家底雄厚的人 都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 那既然说到这个刘善了 刚才就接着跟大伙聊聊 这个刘善的老爸老爹 也是创一代刘备 23岁下海 58岁称帝 白手起家建立蜀汉 处处示弱的刘备 如何得人心 那精英迎天下 请继续收看 《故事刚刚好》 三国创业第一人 刘备的创业奇迹 这刘备呀 跟孙权不一样 刘备的这个开局 甚至比普通人创业都困难 不履为奸 刘备事局相礼 并无爵位 以知习范吕为业 那从藩服走卒 到一代帝王 刘备这个创业路 拢共分为几步呢 咱们拢一拢 首先 刘备十分善于立人设 给自己呀 出身和性格 打造出了一个一个的标签 刘备给自己设立的第一个人设 皇亲国戚的身份 我是汉氏宗亲 景帝之子 忠山靖王刘胜之后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啊 出身十分重要 有多重要呢 就连号称说王侯相像 宁有种乎的 陈胜吴广 那不都得往鱼肚子里边 塞点纸条 写上大鼠星陈胜望 就是整这策略 才能够成功启示 所以说刘备 还是十分聪明 他这一个皇叔的标签 那顶得上是酱